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不想脱离这种痛苦 想不想走 原来有方法 我现在解释一些道理 但他解释的道理不像社工 由朝到晚跟你说 他做这个仪式 施田吃之后 他就会把桌面的东西拨开 用米倒入桌面 在米上面 他会做出不同的形状和咒字 道门都有 道门的施食 或者道门的打照 他们都有这个部分 叫做赞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都是用米砌一些字 这套东西 其实是有名的 其实叫做月伦观 或者叫做自伦观 你看到现在圆形这个 其实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月亮 这个就是月亮 但是他说道理的意思 这套东西不是跟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你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你这样 因为你以前做过坏东西 不是说这些 他要告诉你 所有东西都是空的 所以他为什么要用月轮 因为他用米砌出来 米是什么 他倒出来之后 那个形状就是由他 砌成一个圆形出来 你看这个月 这个月就是由我的米砌成的 但是我一手拨了它之后 这个月就不见了 它要象征着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包括我们岳高头见的天体 太阳月亮 其实都是空的 都是一种假相 暂时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世界上的东西是空的 你本人也是空的 你做过的所有东西都是空的 那你的罪在哪里 我就是因为有罪 我才要受苦 原来罪都是假的 你受苦是真的 但是你受苦是因为你不理解 你理解了原来那些东西都是空的 其实你就已经走到 你看这个讲道 多彻底 所以他为什么要在后面做这些东西 他就是要给你看到 所有东西都是无常 其实他在做这些东西 和西藏讲的坛成沙 沙坛成是同一个道理来的 用沙来砌几天 十个喇嘛一起跪在那里 在那里砌一幅很漂亮的唐卡出来 一坛成 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他帮你摧毁他 最后是要 最后他要做那个佛事 他抱着那个喇嘛 他说他躺在那里 一手撥烂他 哇 这么漂亮的东西 搞了这么多日的东西 这么大的精神的东西 这么漂亮 你现在一手就撥烂他 是啊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几美的东西都是假的 就是要你理解这个东西 那么中国就不是 就是厌口就没有去到那么厉害 就是你搞几天几夜 砌的东西都很辛苦的 那几天做完之后 他现在就在上面 就在上面写字 就是写刚才说的那些种子 我们叫做种子字 意思是 因为那几个种子字 是宇宙的力量的象征 所以为什么写来写去那几个呢 就是因为最厉害就是那几个字 那么他现在就就是说 月亮是假的 在月亮里面所展现宇宙的力量 多厉害都好 其实他都只是一种现象 你点着火 火就厉害了 火关了 在哪里 火没有 所以他会在上面写很多字 写完他又拨开它 又砌回月亮出来 哦 月亮推到一边 接着又砌回月亮出来 那些东西就是这样 随处显现又随处消失 透过这种东西 来象征住整个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同空相应 好了 而月伦观和智伦观 亦都是物法里面必学的东西 如果你想学物法 你就必须 就是必 你要找办法 去找人教你 月伦观和智伦观 这个是基础 如果你这两个 我学了物宗很多年了 你这两个都没学过的话 你都不要告诉别人 你在学物宗 这些是基础 就是根本没有人教过你 正式是怎么做 你只是有招式 你是没有心法的 没有这两个 你根本学不到上去 所以 我一直都说 其实怨口根本就是物法 好 最后 怨口的核心 所以我回来复去都是说 新口意 新结印 这个印是佛的意思 亦都是象征住授权 所以 为什么要经过灌顶 因为灌顶才会把手印教给你 你自己上网学的那些不是 那些不是 买本书回来的那些都不是 因为是没有人授权 你授权给你 你就可以结这个印 这个印就是象征住 譬如说 我们现在要 要 要 请佛下来 你都打不出手印出来 佛怎么会理你 你都不是自己有 简单来说 以前看电视剧都是这样 你都不会敲暗号 你都不是自己人 所以那个印的意思就是 这个佛授权给你 你可以代表他去做这一件事 所以你结到这个印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菩萨 你就是那个佛的意思 你要念得到他的一种咒语 这种咒语是有一种神秘力量 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记住 声音是力量 你每做任何一样东西 他都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 你关门一声 门锁一声 门锁一声 他就是做了那样东西 在发挥着那种力量 他就会发出那种声音 你开车 门锁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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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帮助 你就是需要这个密码 但是这个密码有一个竅门 这个竅门是 一定要念出声 所以有些人经常问 可不可以心念 没有说不行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歹礼医院 你怎样用口念 是吧 唸不到的 所以心念是有用的 但是 因为心念 他没有办法 发出那个声音的频率 刚才说的 所有声音都是一种力量 为什么一定要念这个咒 为什么观音一定是六字大明咒 为什么这个 什么什么菩萨一定要 就是要这样念 为什么这么多个菩萨 不可以合同一个 你说所有佛菩萨的力量 都是一样的 你其实一个通就是个个通 为什么又不一个咒念 代表了 因为你的物 现在不是佛的力量 不行 是你要的东西不同 你又要钱 你又要长寿 你又要健康 他又要什么 是你要的东西不同 不是佛要的东西不同 所以他就要用不同的东西给你 而这些声音的频率 就是代表着和那样东西相通 所以如果你念出声 你才能够最大力度 发挥到那个声音 相关的那个力量 你要煮饭 煤火 那个煤气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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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火的力量 你滑火柴 刷一声 一定是这样的声 他不会变成第二个声 因为他就是象征着这个力量 你要这个力量 所以你想念咒有效果 你其中一样东西 念出声 但是它不是要你念 它不是要你拼命 那我大声一点,是不是厉害一点 是不关事的 但是,所以有些 遣教会教你,你没有什么心念 都可以的 但是你用心念,其实你不是在用咒语的 咒语的声音的力量 你是在用心的力量 因为是你的心念 所以你是同时两种力量在一起动 你动得到就没问题 即是我口又可以念,心又跟着 这就是最理想 如果你用心的力量念,但是你的口不念 于是,就是说你所有的力量就源自于你的心 但是你现实上的声音的力量 你没有发挥 所以就怎么也差一点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很大声 是不关事的 所以有时候真正的 就是在物教里面 教的念诵里面 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 是你自己听到 坐你旁边坐地铁 那个人听不到 即是说,你会知道喉咒 是在... 譬如我念那个咒语 你自己是感受到喉咒在动 正在震着 因为你讲话就会震着 喉咒在喉咒 好了 喉咒在喉咒 你自己知道你是在动 但是旁边的人听不到 那就对了 即是你在发挥 那个声音的震动 的频率 是在动 那你就要练这种 你回去就要念 那你念出声都可以 当然可以 没有问题 即是你说怕 影响到隔离 隔离上流上 投诉 那你就用这种声音 细细声 你自己听到 隔离听不到 这个就叫做咒的力量 在咒的力量里面 就是有佛菩萨加持的力量 有他所指明的咒语 所代表的那种力量 再加上你自己的喉咒震音的时候的频率 那这个力量就发到最大了 发到最大了 但是千万不要大声 不要拼命 拼命又是另外一种问题 就是超出了那个力量 所以你听那些声音 你听那些音乐 那些就说 为什么玻璃杯都可以震烂 你懂得运用它 原因就是你要运用 那再进一步下去 就是运气 用气来带动那个 念咒的频率 所以为什么他们念咒 你会发觉 他们有一种特定的音去念 你说我就这样念不行 但为什么他要用那种的音念 他就是发现用那种的气 运出来去震那些声 是更加快速地达到 那种力量 所以大家将来有兴趣 你可以留意 二是观赏 观赏有很多种 你可以观赏佛的样子 譬如唐卡那些 就是观赏佛的样子 你可以观赏佛像 譬如整个佛像 目的就是给你看它 其实就是给你看它 你看它的样子 越纯属 即是在你的脑里面 越深印象 将来就会有 有时候 有些菩萨的衣服很复杂 又带很多饰物 零零零零零零 我灌不到这么多 很复杂 所以有时就会用了 这种 这种种子字 这个字就是代表那个菩萨 你叫我整个菩萨 他穿多少衣服 有多少个 花纹有多少条 那条裙有多少个摺痕 你都要观赏 是很难搞的 跟不上 所以有时就为了方便大家 就用 这个字又是代表那个本尊 所以你观赏那个本尊 也可以 你观赏这个字 也等于是那个本尊 或者你观赏那个本尊 拿着的某一样东西 你叫我灌这个观音太大了 太多东西 你只叫我灌他 拿着那个杨之瓶 都可以的 因为他只是一种象征 他的形象是一种象征 他的咒语是一种象征 他的文字是一种象征 你说就这样写 我可不可以就这样写 这两个字 都可以 他只是一种象征 你现在眼见的东西 其实都是象征 所以你灌其中一样东西 只要你够专注 你就能够跟它通 为什么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跟空相应 文字、语言、影像 全部都是空的本身 你说它是观音 它就是观音 于是 我们刚才说 在灌赏的过程里面 不是要灌这些字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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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 很多时候 现在先 即是说 这几个字 你说你灌其中一款都可以 其实你灌其中一款都可以 即是说 我这些我真的不懂 看极也看不到 那你就用这个 这个 你就写中文 即是 中文你一定会懂 是吧 你以明的 我灌这个白色音字 他叫 那个经文写 我要灌白色音字 那我灌这个 因为这个 我不用烦 我一定会 你这几个我要特别学 学了又不记得 有时候又多一点 有时候又多一撇 又是我的字 就变成了 我也是灌这个 我安全了 那就一样了 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只是一种象征 如果用文字 做象征的 它只有几款 要是用文字做象征 要是用图案做象征 这些就属于文字 用那个 莲花宝瓶 那个就叫做图案 见到这个图案 就是代表着佛 就是等于你见到 佛祖心口有个万字 其实你不用见到整个佛祖的 你见到个万字 即是佛的了 已经是 一样道理 但是你意记很多 那当然你见到佛像 也就直接 直接是他 那你能够灌到多少 你就灌多少 所以你只要根据任何的物质 比如保平 就是一个实在的物质 比如 你灌上他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 欠曼达 宫廷的曼达 为什么他会做完 那些公仔出来呢 就是形象 物质 但是 那个在曼达盘上面 放一粒米 叫了那个声音 放一粒米 因为他在思维上已经灌了 他又说要一间屋 博物馆那个就弄了一间屋出来 我做灌的时候 我还用灌照灌了一间屋出来 所以我放了一粒米来象征 所以 有些人用物质的方法 有些人用思维的方法 有些人用现象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某些日子去做呢 为什么佛诞一定要在那天才去欲佛呢 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天才去做呢 因为要等某些现象出现 就是地球走到那个位置 另外还有些就是用声音 所谓用唱 用念咒 诵经 这些方法 都是透过这些不实在的东西 来象征住佛的存在 和空性的存在 所以 但是它里面其实是有能力 虽然是空 但实情它是有能量的 这些能量是可以帮到众生脱离痛苦的 所以 整套物法 其实都是用这些不同的东西 来帮大家去进入空性的道理 因为现在我们施食的对象是恶鬼 恶鬼没有身体 你和人说是 是没用的 因为人有身体 你又说凶鬼 应该有肚饿了 凶什么 但是鬼就不同了 它没有身体 所以你和它说凶的道理 它就容易理解了 所以它就用尽所有方法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假的 欠万达的也是假的 其实不是假 是凶 不过我们词语上 表达它是假的 所以现在它搞这么多东西 最后 原来后面说的那些东西就告诉你 原来你现在的痛苦都是假的 那当然 这样说 你现在的happy都是假的 因为它不会永恒的 所以都是假的 那你这样说就容易明白 但是 你转转用空去说它不明白 所以它就搞了五大堆东西出来 都是引导你进入空的层面 所以 藉由声音图案物质来表达了那些力量 仅此而已 其实 其实 施食 你看下去它是施食 实情它里面 前半段是食品的食 前半段 所以有米 要抛出包 后半段叫做法食 就是说这些道理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空的 你想脱离痛苦 你明白空性 你就脱离痛苦 人也是一样 不过人因为有肉体 所以它始终有一些障碍 它对空的理解 仍然有一阵阻碍 但是 侮辱体的众生 他们对空性的理解 是会比我们快很多 只是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 他说我打死也不愿意听 我被人杀死的 我一定要追回他 九十年我才要 我一定要追回一条命我才要 这是因为他不肯听 但是饿鬼的特点就是 因为他饿了很久 他痛苦了很久 他现在等人救 所以如果有人肯救他 他们比较愿意听 所以后面那一段 就是让他们知道 你现在用食来吸引你 你先来 吃饱了 你想一想 你一直都没得吃 然后就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你和别人说是没有用的 在座各位应该都 殯儀馆都去不少 你有没有听过一次 然后知道 哎呀真的 超渡完之后 我都真的感受良多 肯定没有 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告诉你 他有他念 你还是快休息了 那又多坐一小时 这些人就不会 因为人有个身体 所以我们讲师食 就给大家有一个小小的概念 当然这些东西是好的 你去学的话 你帮人做 不是说帮人做 你去做简易的师食 里面都有观想 你是一个基础的训练 你又可以和众生结缘 你自己也有一个修为 如果将来有因缘 能够学到这些 这些不用一定 不是一定是出家才学的 在家出家都学得的 你跟着他 你学到的话 这是对你自己灌赏的训练 那个修为提升得很快 因为你直入最核心的地方做训练 你会提升得很快 同样 你也可以利用它来帮众生 因为你懂得灌赏 众生都会因为你的灌赏而得到益处 所以师食就有这个特点 那 师食大致讲完了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各位 敢不敢学呢 识一下前半道 后面那些 慢慢来 那下一次 即是 明年 下个月 那我们又会讲讲第二些的题目 佛教文化 很多的 那我们大致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好 多谢邓博士为我们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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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